- 重新錄一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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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我是Lisa R - 我是Kelly - 我們真的不是日更頻道喔 - 大家不要再就是覺得 - 對我們有太多的期望 - 因為我聽錯很好奇我們之前怎麼搬到日更的 - 我們怎麼搬到因為 - 我們就是壓榨自己的休息時間 - 沒有錯,因為尤其大家知道我跟發起住蠻近的 - 但現在真的太熱了 - 真的太熱了 - 我理想是月更 - 我的理想是不更 - 還是現在就知道 - 我們會盡可能如果可以一天錄兩集 - 我們就要很盡量 - 所以其實上次買那個彩蛋是我們的陰謀 - 但我昨天看到有人傳訊息說 - 欸我沒有填到,就是我沒有跟到 - 因為我們放線動嘛 - 對對對 - 那就下次快一點啦 - 欸我們收單了喔 - 欸這次換他好兇喔 - 沒有啦,沒有我們 - 我有回他 - 我們接下來還會有啦 - 我有回覆他 - 我就說已經來不局 - 那他有在訊息中 - 他就 - 就繼續給那個我的政治啟蒙 - 欸其實有很多人到... - 他變成直接私訊喔 - 沒有很多人到處給欸 - 就是什麼... - 喔看到留言什麼的 - 到處都給 - 我就想說沒有沒有 - 表單 - 我們這裡有一個表單 - 就大家也好像也不太介意在大庭廣眾之下 - 發表自己的新作 - 但我們今天沒有回覆你們喔 - 對對對 - 好OK - 然後昨天 - 昨天 - 我覺得最可怕的新聞就是 - 那個冷氣機 - 板橋那個冷氣對不對 - 喔是板橋 - 板橋 - 我們先不管那個發生的原因 - 還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- 對原因是什麼 - 我是在推特上有看到那個監視器的影片 - 因為我本身很不怕那個寫新的鏡頭或畫面什麼的嘛 - 我當下看到的那個心得是 - 其實我覺得那個當下應該沒有什麼痛覺 - 那是一瞬間的 - 因為太快了 - 因為聽說她陪同是她的姊姊是不是 - 妳說在等公車的時候嗎 - 跟她一起等公車是她的 - 應該是... - 欸是嗎 - 她跟她姊姊他們是住在巴黎的一對姐妹 - 然後他們要從巴黎 - 就是淡水對面的那個巴黎 - 搭公車到板橋轉車 - 要去心電商駕訓班 - 然後在轉車的時候 - 所以她姊姊那個手機 - 她上駕訓班喔 - 對 她姊姊當下是 - 以為妹妹昏倒 - 因為那是一瞬間的事嘛 - 喔 所以旁邊那個人是她姊姊 - 是她姊姊 - 因為我就是看到旁邊有一個 - 我天哪 - 有一個路人女生站她很近 - 可是因為那個受害者她是 - 就是現在她其實 - 還沒有站定位 - 她們算是走過來 - 她只是走過來 - 然後離定大概不到兩秒吧 - 冷氣又砸下來了 - 然後旁邊那個女生 - 其實離那台冷氣也很近 - 很近 - 對 然後她就嚇一大跳 - 然後那個 - 因為我也我不知道那是她姊姊 - 她就馬上蹲下來關心她 - 天哪 如果是她 - 是她的姊姊 - 我原本來想說 - 如果她是路人的話 - 就是台灣人真的很友善 - 我覺得很可怕 - 這個心理陰影面積真的是 - 而且她好像是 - 正大的學生 - 喔真的假的 - 然後她好像也是因為 - 姐姐念正大 - 她才想說 - 欸 也靠 - 她姐姐要傷心死 - 就在她面前那個 - 她姐姐應該 - 心理壓力很大 - 進去目睹這些事情 - 對啊 - 然後我真的覺得台灣的 - 裝修很多工程的那個 - 公安品質 - 因為我現在不知道 - 到底是怎麼掉下來 - 但不管 - 我們不管她的原因是什麼 - 對 - 你高空施工本來 - 周圍就該要有一個 - 防護 - 可是我們都很習慣沒有這個事情 - 大家就是便宜親自 - 像是 - 都想說很常見的裝冷氣 - 前陣子 - 那個高 - 台中捷運嗎 - 台中也是 - 台中那個新復發店也是 - 新復發 - 掉下來 - 那個也很可怕 - 我之前去日本常常過那個 - 他們沒有棋樓 - 但就是過那個人行道路口 - 如果有工地的時候 - 他們的工人會出來指揮交通 - 就是他們會站一排 - 就是把你擋住 - 像那個導護老師一樣 - 他會把你擋住 - 然後跟你說 -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- 我們現在要搬東西 - 對 - 他會一直道歉 - 然後說不好意思 - 我們現在要搬東西 - 很危險 - 日本人的施工品質 - 好像是很有名的好 - 而且他們不是講說 - 請你讓一下 - 他們是先強調 - 很危險 - 麻煩你請等我們一下 - 然後他們才搬東西過去 - 搬完之後 - 他們才會把通道打開 - 然後這個時候工人就不能再進出 - 就是你不可以在人過的時候搬東西 - 他連搬東西都會這樣子導護路人 - 台灣常常會在那邊工地 - 或店面在那邊 - 或是噴那個 - 或是那個 - 他會噴火花出來 - 欸我之前有看過一個影片 - 是日本的那個修路的影片 - 就是他們會很仔細把那個 - 因為路面你有時候如果不同材質 - 你可能會有高低落差 - 或是 - 你說鋪箔油嗎 - 之類的 - 或者是你可能要有那個人形 - 圓孔蓋 - 那些東西 - 他們都會處理也很仔細 - 因為台灣很容易凹一個坑 - 對 - 喔我跟你講要是尿急的時候 - 騎車在那個 - 很危險 - 在那個路上都會很容易 - 就是一直抖到你的旁邊 - 但這幾年書有好 - 這幾年書有好一點嗎 - 因為我沒有騎車 - 你可以是騎車的 - 我覺得沒有 - 好像是市區 - 要真的很市區才會有比較反應版 - 好啦最近就是 - 選舉年的時候通常都會鋪得比較平一點是真的 - 因為我們選舉年過 - 地方選舉年過 - 柯文哲那時候一上來 - 一開始就有推陸屏專案嗎 - 陸屏專案算台北是蠻長期 - 從馬英九 - 是馬英九的政績 - 可能更久以前 - 應該一直都有在推 - 因為馬英九之前是沈水扁 - 但之前是黃大舟 - 那時候台北在瘋狂蓋捷運 - 所以你不能提說我要讓馬路怎樣 - 因為當時全台北都是到處都有坑洞 - 大家就是交通黑暗期 - 因為他為了要蓋捷運 - 所以馬英九算是豐收那個捷運終於蓋好 - 那我們應該要來把路弄平一點 - 直到現在都還是有的時候覺得還好捏 - 可是有問題有當時管線對不對 - 我們的管線很多在地底下 - 所以變成台電要修這個時候要挖一個洞 - 然後自來水公司要挖這個時候要學會挖一個洞 - 對就是很容易就要挖洞 - 像Lisa說的 - 尤其是挖完洞之後 - 台灣的施工不像那個日本會就是完全鋪平或什麼的 - 它就只是就是把它補起來 - 感覺有點交差了實 - 你就會很明顯看到地上一塊黑黑的這樣一塊塊 - 那一塊是新的柏油這樣子 - 那好像是他們補完 - 他們補完之後好像又會覺得 - 因為這個地方可能對面下個月又要挖了 - 他們就會知道 - 他們就會知道 - 先暫時封起來而已 - 可是變成我們就永無止盡在鋪馬路 - 也有可能啦 - 除了台灣的那個道路品質之外 - 我覺得台灣還有一個東西一直持續的 - 還沒有在上升就是性貧意識 - 這件事情真的是 - 為什麼直到今天 - 我記得我們之前已經花過整整一集在罵性貧這件事情 - 對 - 就是我們的第一集還是第二集就對了 - 忘記了 - 而且這陣子的新聞下來 - 覺得有兩個人 - 欸還三個 - 我覺得有很多人 - 我覺得他們可以團報 - 非常需要報名性貧課程 - 民進黨還沒租小巨蛋沒關係 - 那個黃國昌 - 欸不是黃國昌 - 老師對不起 - 不是 與你無關 - 這題沒有你你 - 館長麻煩先租一下小巨蛋 - 他要去幫忙那些他的管粉 - 科粉們一起 - 在小巨蛋上一場 - 請幸福課程 - 欸我真的覺得性貧是不分政黨 - 不分立場的都很糟 - 就是普遍都很糟 - 但當然我覺得我的立場 - 的確覺得民進黨比較關心性貧 - 但民進黨裡面還是有很多 - 拐瓜裂兆 - 因為像柯文哲就是 - 但是從女言論就不用說了嘛 - 然後館長又說什麼 - 沒有插進去不算性侵嘛 - 而且館長很喜歡針對女生 - 她罵女生罵得特別大聲 - 罵甘你娘子壞啊 - 她罵男生我覺得都沒那麼兇 - 她罵女生罵得超兇 - 她罵蔡英文罵那個 - 上街抗議員 - 超難聽 - 好這兩個就是必須要上總招齁 - 然後還有一個 - 最近有一個需要報名的 - 永和里長 - 永和里長 - 啊真的是乾他屁事欸 - 我們要交代一下來龍巨脈 - 那個不是故事啊 - 那個事件內容是 - 那個永和的里長 - 也是立委參選人 - 她就在臉書的一篇留言下面 - 貼了一篇 - 我忘記是哪個週刊 - 寫關於 - 就是永和不是有個很漂亮的女生里長 - 叫陳子瑜嘛 - 然後她就在 - 她就引述了週刊 - 拍到陳子瑜跟她男朋友在就是 - 下班時間晚上在車上 - 可能疑似接吻的畫面 - 動作比較親密一些而已 - 她就反正被週刊拍到 - 她跟一個人圓景在交往啦 - 然後大家就把她當成花邊新聞這樣爆 - 但那個當事人那個里長她也是被 - 她是被偷拍的人 - 她是被偷拍的人 - 她並不是自己要主動要去操作這件事情的人 - 對 - 然後那個永和里長呢 - 她就截取那段週刊的文字貼在 - 忘記哪一篇文 - 她自己發文的留言 - 忘記她是有留言還是在怎樣 - 她就在下面說 - 因為她自己也是里長嘛 - 她就說她是特優里長 - 然後說那個子瑜她就是不應該 - 不應該 - 你應該要更維護自己的那個專業性 - 就是你應該要- 不應該用什麼 - 就是常常發生這種花而不實的新聞 - 她有點暗示對方是靠花邊新聞來炒作 - 對 - 然後認為里長要很專業 - 你要注意好你的形象什麼的 - 然後她還說我歡迎跟你約時間 - 然後跟你就是分享一下我里長的經驗 - 你這麼會當里長你就慢慢當里長 - 你就繼續當里長啊 - 欸 我真的 - 我真的在想你管太多吧你里長嗎 - 後來發現她真的是里長 - 欸她真的是里長 - 因為那時候我看到那篇文的時候 - 我第一個反應是想說 - 欸 陳子瑜是她的就是對手嗎 - 就不是 - 結果不是欸 - 到底乾你屁事啊 - 那你到底在罵她 - 罵她 - 那你到底找她什麼麻煩 - 而且我覺得女生長期從政都會有這個問題 - 像那個 - 王萬瑜 - 王萬瑜也是 - 我們從王萬瑜開始好了 - 她之前是因為 - 王萬瑜 - 王萬瑜 - 就小燈泡的媽媽 - 出來的時候也很多人說 - 啊你為什麼 - 你就想靠這個世界嗎 - 啊那是其實後來證明她 - 說她踩著孩子的屍體往上爬 - 但後來我看她的表現其實覺得她在問政方面 - 還是有她的想法在 - 嗯 - 然後賴平瑜是太陽化出來的嘛 - 對 - 可是她其實也是從基層 - 然後一直當助理 - 你要說她是正二代靠爸 - 因為她爸是賴清德 - 欸我照搖 - 照搖 - 照搖 - 好像在照搖 - 當年賴平瑜也是把黃國昌那個爛掉的選項 - 康喜來 - 然後也做得很好 - 就是我們國昌老師確戰神這個名號的由來 - 嗯 - 因為她當選那個戲職的立委之後 - 幾乎沒有在 - 沒有在做選服 - 然後後來也不敢拚連任 - 對 - 然後後來是反而是賴平瑜去選 - 然後選贏了 - 而且她我記得她好像是在最後幾個月才被徵召 - 欸是被徵召對不對 - 你說賴平瑜嗎 - 她其實最後剩下的時間很短 - 然後還有洪仲秋他姐姐 - 那個洪仲永 - 洪仲永 - 就是很無聊 - 這些女生假設不結婚的話 - 就會一直被說你怎麼不結婚 - 然後你結婚之後又說 - 你結婚之後又說 - 那你有空工作嗎 - 我想說大家反不反啊 - 洪仲永那個時候是她已經從政之後 - 她有一次懷孕生小孩 - 然後就被人家說 - 啊你這樣怎麼工作 - 你就去好好生小孩啊 - 然後你如果今天選擇好 - 那我不生也不婚 - 人家就會說 - 你會懂家長的心情嗎 - 你會懂我爸爸媽媽的心情 - 或是說你不男不女來聽喵伯亞 - 因為之前 - 之前蔡英文選總統的時候 - 就有很多人說什麼 - 你看她沒有家庭啦 - 她沒有老公 - 她沒有小孩 - 她不懂 - 她不懂 - 爸媽的心情 - 結果蔡英文是所有總統裡面 - 把長照跟育兒做最好的 - 對 - 我覺得可能反而沒有 - 我自己個人的意見啊 - 我可能覺得沒有生小孩 - 反而會更愛小孩 - 就是別人的 - 哈哈哈哈 - 欸我想確認一件事情 - 就是別人的小孩都比較可愛啊 - 我想確認一件事情 - 但是你紅袖柱是不是也沒有結婚 - 要跟她查一下 - 因為我就覺得 - 每次看蔡英文在跟路人的小孩玩的時候 - 我都覺得好有愛喔 - 嗯 - 像之前就有人 - 把她跟其他男性的政治人物做比較 - 比較 - 就是她跟小孩互動的時候 - 她其實很尊重小孩的身體界線 - 喔這個超棒的 - 嗯 - 她比如說她要摸她 - 或是要不知道要摸她 - 才會先問 - 她一定會先經過小孩同學 - 而且她不是問媽媽喔 - 她是問小孩 - 問小孩 - 就不管那個小孩 - 因為很尊重小孩 - 嗯 - 然後我就常常看到什麼 - 譬如說 - 喔我印象很像看那個侯友儀幫那個嬰兒換掉部的照片 - 好可怕 - 我以為你說米可白 - 哈哈 - 對著人家的狗叫米可白 - 你查到什麼 - 沒有沒有沒有 - 我說紅袖柱也沒有結婚沒有生小孩 - 所以很多人覺得這是女性進入職場 - 尤其是高壓的職場 - 正式工作者的時候 - 你結婚反而會是你的包袱 - 大家會覺得你 - 你就回去顧小孩就好啦 - 你那麼 - 你要生小孩什麼 - 我不給你請假什麼什麼的 - 總之那個里長他昨天後來有道歉 - 好像是民進黨有逼他道歉是不是 - 因為昨天他 - 就是昨天他事情鬧出來 - 然後底下就一堆人在洗說什麼 - 啊民進黨人咧 - 你們人在哪 - 欸拜託昨天民進黨支持者 - 是網路上罵最兇的那一群欸 - 就是一群支持者 - 湧入底下罵人 - 然後所有的那個 - 立委參選人跟黨中央都說 - 你在講什麼 - 就你應該要道歉 - 欸我好像還有看到 - 他們的信評部有發文 - 你進黨信評部嗎 - 說什麼如果你不懂的話 - 你可以來什麼 - 我們部門我們教你 - 什麼之類的 - 先不要吧 - 先不要吧 - 他們可以自己 - 他們就要自己去小巨蛋 - 召開信評課 - 欸最近不是 - 因為上次那個鬧凱道的也是 - 因為整個活動大家都在關心 - 那個舉牌的女生 - 你說公平正義遊行 - 對公平正義遊行 - 結束之後沒有人關心房價 - 大家在關心那個舉牌女生 - 一張A4值 - A4值影響了一堆運動 - 然後那個內容也是仇女言論嘛 - 然後就很多 - 他罵那個館長罵那個女生罵了兩天內 - 對 他狂罵 - 他就堅持說 - 啊你有你的言論自由 - 我沒有我的嗎 - 然後柯文哲就是一直說 - 那些言論都是我之前的 -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 - 柯文哲之前在北市 - 因為他之前太常失言 - 他之前還把 - 忘記把什麼事情 - 比喻成什麼強暴性 - 喔高鴻安的事情 - 他說什麼強暴 - 就是高鴻安鬧出 - 那個疑似有涉 - 涉及詐領助理肺 - 就一些相關案件 - 目前還沒有 - 很像是什麼流氓去強暴女生 - 什麼什麼的 - 喔好難聽喔 - 然後之前台北市 - 曾經為柯文哲召開過的性評會 - 因為他太常失言 - 然後柯文哲之前有一次忘記 - 你是說講座嗎 - 就教大家的 - 沒有 就是 - 否怕一個人辦的嗎 - 因為他是市長啊 - 你市長一直發出 - 一直飾演 - 在性評方面飾演的時候 - 我們這個市政府 - 調查小組嗎 - 沒有 我們必須要想 - 我們要怎麼處理 - 所以柯文哲那時候 - 就被抓去上過性評課 - 然後事實證明好像沒什麼用 - 沒有用 - 他上幾小時了 - 兩個小時嗎 - 他說一週還是多少要上兩小時 - 忘記是什麼時候要上兩小時 - 一年還是一週 - 我覺得他沒救了 - 然後之前他也是把那個陳信宇 - 陳信宇以前是高雄市的市議員是不是 - 陳信宇你說阿扁的女兒嗎 - 呃不同 - 不是不是 - 一個短髮的陳信宇 - 然後他後來被柯文哲找去當台北市的勞動部長 - 當年很大的爭議是他是反同的立場 - 然後就有一些團體覺得 - 啊你把一個反同的人抓去當勞動部長 - 他對於到時候北市要處理的勞動業務 - 如果是性評相關的 - 會不會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- 偏見之類的 - 但他就說什麼 - 啊這不影響他的工作 - 然後他那時候也是把反同家長團體 - 零選進那個台北市的性評會 - 就變成台北市的性評會一直有很多的反同家長團體 - 啊因為柯文哲就反同阿 - 他自己都說他該不成立了 - 我覺得他是假中立 - 他的立場就是我要每個都靠好 - 然後又一直消費同志 - 說什麼婚姻平權也有他一份之類的 - 不好夠噁心的 - 我覺得好噁心 - 然後那個時候 - 劇同志團體轉述說 - 那幾年的台北性評會開得很痛苦 - 因為裡面就是有反同家長在 - 你能做什麼進步的事情 - 但台灣的性評觀念如果要進步 - 真的不能再讓柯文哲當總統了 -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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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沒有在沒有在 - 他從來沒有 - 他沒有當過 - 真的不能讓柯文哲當總統 - 他一任都沒有辦法 - 我想說他已經當過台北市長 - 大家已經看到就是有他在任內的台北市長 - 一個那個市政府裡面是 - 就是對於性評價值是如何 - 我要怎麼講 - 真的就是性評 - 如何造成堵愛 - 我們之前不是有一次節目講到 - 那個求偶交流的義男 - 然後有聽眾覺得我們為什麼要針對義男 - 但我們沒有要針對義男 - 我們是針對有求偶交流的義男 - 我們是精華檢出來看起來很像是在針對義男 - 但其實我們節目裡面一直都在講說是我們講的以上符合這些條件 - 要怪就怪減精華的人 - 但我要強調的是很多很多很多 - 尤其是我真的是很多男生尤其是義男 - 很容易覺得性評議題是針對他們 - 但其實對我來說性評議題是每個人都是受害者 - 包括社會認為男生應該要做哪些事 - 就是其實沒有人要求男生一定要買房子 - 一定要成家立業啊 - 女生也可以做這個事情 - 是啊 - 然後你如果覺得你在這個環境中被壓迫 - 你應該做的是去質疑這個結果 - 那你就站出來啊 - 對 - 你去為你的義男同胞們爭取權利啊 - 而不是把矛頭對向女生說 - 欸為什麼你們擁有那麼多什麼紅利之類的 - 因為女生不是定這些規則的人啊 - 就算人家女權啊 - 女權就是那個拳頭的拳 - 真的 - 而且如果我這邊要呼籲如果你是一個很... - 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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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本日呼籲 - 本日呼籲 - 如果你是一個很擁護父權 - 如果你是一個很擁護父權 - 然後覺得女生就是比較下賤啊 - 女生就是比較... - 反正如果你很堅持就是你覺得父權是沒錯的話 - 你請當一個符合父權期待的男生 - 你請找一個高薪的好工作 - 麻煩你請買房子 - 然後麻煩你請把自己打扮得乾乾淨淨 - 這個才是當年父權要求男生要做到的 - 然後麻煩你請做到女生可以聽你使喚 - 不會在網路上罵你 - 對 - 因為父權的意思就是男生要掌控主要的權力 - 光是聽這些條件我已經快受不了 - 對 - 可是我的意思是 - 我知道我知道 - 目前有哪一位 - 表明他們擁護父權的男生有做到這些事情 - 我真的不想幫一男講話 - 我剛剛整段都沉默 - 有我看到你就是靈魂飄到很遠的地方 - 沒有 - 我只有最低最低一個標準 - 我拜託那些一男你好好打理自己的身體不要那麼臭 - 欸真的要夏天要洗衣服 - 那時候疫情期間然後大家不都待在家裡嗎 - 然後我租的房子那邊就是好像有其中有幾戶是那個男生 - 然後我每次就是要進到家裡的那個中間那道走廊 - 你說那惡臭船到走廊 - 那個惡臭就是男生宿舍的那個惡臭 - 你有確認他活著嗎 - 我好氣喔 - 可是你有確認是惡臭他是活著的狀態嗎 - 其實濕臭是那個男生的汗臭味 - 我就想說怎麼可以這麼臭然後耳不自知 - 然後我還懷疑他是不是確診 - 才會聞不到自己的味道 - 我覺得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會流汗 - 你就多帶一件衣服去換 - 或是你就去抹止汗劑 - 就是好煩喔 好臭喔 - 欸可是我有問過這一題耶 - 臭到生氣 - 就是有些人好像是真的天生 - 尤其是男性 - 真的天生會比較容易用 - 男生可能體會真的會比較重啊 - 對對對對 - 那你就要就是你要更花心思去打理自己啊 - 因為你是造成別人的困擾耶 - 對我建議大家可以 - 我建議男生可以把不必要的毛踢掉 - 就是例如藝毛什麼的 - 欸真的那個有時候毛太多會反而會累積細菌跟異味 - 所以是毛在臭是不是 - 欸應該是說那邊會 - 其中一個原因吧 - 因為那邊是保護 - 欸不是我在講什麼 - 要如何講的不難聽 - 那邊會流汗啦 - 它流汗肌久就會有細菌就會有味道 - 然後我會建議男生可以把不必要的毛剃掉 - 然後多用那個啦 - 止汗肌 - 止汗肌真的 - 然後還有洗衣服 - 我覺得夏天洗衣服真的是一個專業 - 就是市售很多產品可以讓你的衣服殺菌比較久 - 而且在比較悶 - 因為台灣很悶嘛 - 對 - 然後就在濕度很高的時候去曬它 - 會超醜 - 對去曬它但是不太會有奇怪的味道 - 有一些這種產品 -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- 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男生從小就沒有被教導說要做家事 - 沒有錯 - 這個才是重點 - 很多男生都不會 - 甚至連洗衣機怎麼用都不會 - 我家相反 - 我家是所有家學我在做 - 所以你不是一男啊 - 我家就是比較重女輕男的社會 - 真的 - 那最後我想要 - 欸我這邊的呼籲的話 - 我是想要以後如果大家看到男生 - 就是爸爸幫忙帶 - 也不是幫忙喔 - 爸爸帶小孩請不要再說天啊 - 這爸爸好棒 - 好爸爸什麼的 - 心好男人 - 本來就是他的工作好嗎 - 對啊不要再誇獎這種事情的莫名其妙 - 因為我們並不知道他們家的到底是誰在賺錢 - 也許都有賺 - 對啊 - 而且其實媽媽 - 孩子生出來有一半基因就是你要負責啊 -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我爸爸負責賺錢 - 女生本來就要幫忙養小孩什麼的 - 嗯 - 但其實這個時間還是差太多了 - 照顧小孩真的比工作辛苦很多 - 對 然後又到了我要出來打斷兩位的時間了 - 蛤 我們還沒有講到館長被野百合律師騙欸 - 對 我們要講這個吧 - 我們要講這個吧 - 我真的拜託館長不要再搞這麼多事 - 給重新錄一段講了好累 - 我覺得他真的很單純 - 他就有一個支持者寫信給他說什麼 - 我是當年野百合學運的發起人 - 我是誰誰誰 - 然後說什麼 - 他說他是律師 - 對 我的兒子很喜歡你什麼 - 我當天有帶兒子一起上街 - 然後館長就貼出那個感謝喊 - 就是貼出那封信 - 然後大家都想說欸 野百合的發起人 - 然後沈榮青馬上發魂說 - 不好意思沒有這個人 - 因為大家就去問 - 因為野百合就是大家都認識那些人 - 然後就去找 - 然後發現欸 沒有人認識這個人 - 他是多神秘的發起人 - 因為當年很多人怕被告 - 怕被警察抓 - 所以只會是某幾個人 - 館長真的要加油 - 我真的呼籲 - 就是要呼籲 - 大家如果要說自己是什麼活動發起人 - 請找冷門一點的 - 我有看到 - 你說那個 - 立委 - 建築小說我是文藝復興發起人 - 他說他是文藝復興發起人 - 因為那些人也都不在了 - 就是說你拜託找一些久遠一點的 - 或是冷門一點的 - 你要找一些死無對陣的人 - 的運動來發起 - 因為野百合全部都是 - 很多是民進黨現在的知識人物 - 什麼陳其邁啊 - 汪張良啊 - 最有名字是范雲 - 范雲 - 都還在台面上裡面講你怎麼敢製成這個 - 欸那他側文了嗎 - 刪文了嗎 - I don't know - 可是那個不是他的錯啊 - 那是那個律師的錯啊 - 因為館長就是很單純 - 他相信了這封信啊 - 好啦 - 好好好好 - 笑完了齁 笑完了 - 好 - 大家都笑完了 - 欸欸等一下等一下 - 那個 - 喔對對對 - 結果是自己講不完 - 梁超會怎麼了 - 昨天 - 欸前天嗎還昨天 - 你知道New Jeans的新歌 - 他們有一首 - 喔有梁超會 - 對他們新歌有一首歌叫什麼 - 拍兩集 一集是他們很常胖拍嘛 - 我記得HIGHBOY還什麼也是這樣拍 - 然後就有SIDE A跟SIDE B - 然後那個SIDE B的MV到後面 - 我那時候在用手機看了 - 然後看一看看到面 - 突然出現梁超會 - 我真的嚇到手機他也飛出去 - 就是你怎麼會再唱 - 為什麼 - 那他的劇情是什麼 MV的劇情 - 欸因為他是找那個 - 魷魚遊戲的那個女主角來拍 - 我自己解讀啦 - 他的劇情有人解讀了 - 然後我是看 - 我還沒看解析 - 我是看解讀版的 - 就是說那個女生他可能原本是 - 幫人家配對的類似天使之類的 - 類似使者之類的角色 - 然後New Jeans那五個就是天使 - 然後那個使者他一直幫他 - 喜歡的人配對成功 - 然後他就一直很心碎 - 然後天使也看著這個使者 - 就覺得說哇他OK - 然後這位使者女生 - 然後他就有一天終於想說 - 你娘要成為人類 - 我要去 - 他有這樣說嗎 - 他有這樣說嗎 - 他就說老娘要成為人類 - 然後老娘要談戀愛 - 然後老娘就成為了人類去談戀愛之後 - 然後老娘就成為了人類去談戀愛之後 - 結果好像梁朝偉就變成下一代的使者 - 然後他就去拆散的這一位 - 成為人類的人的戀情 - 他就經歷了那個離別 - 然後從頭到尾New Jeans那五個就是袖手旁觀 - 好好好笑 - 真假的 - 因為我一開始以為 - 我是看解析的 - 因為梁朝偉那時候一出來的眼神就是很犀利 - 老去也很帥的那一型 - 所以他沒有致敬梁朝偉任何一部作品 - 他單純就 - 他就染白髮 - 他就走出來 - 我以為他是死神欸 - 灰白髮那一種 - 我以為他是死神 - 然後要帶走那個男生 - 呃 - 我看解析說不是的 - 在anyway - 梁朝偉就是出現在這個神奇的地方 - 對對對 - 就是買了很多梗在裡面的一個MV - 好啦我們要解析我們在那邊祝福民進黨在永和 - 能夠找到一個正常的候選人 - 啊真的 - 欸不行我覺得很難 - 欸我覺得很難 - 因為很多人笑說 - 永和是民進黨的那個死亡筆記本 - 或是什麼白木大沙 - 白木大沙在角洲 - 因為我們常常在那邊迷失方向 - 因為我們常常在那邊迷失方向 - 你在選永和就會出事 - 好可怕 - 好可怕 - 謝謝大家 - 民進黨加油 - 民進黨真的要加油啦 - 信品 - 然後那個小巨蛋等期 - 看是民進黨要先租道歉大會 - 還是館長要先去 - 柯文哲要先上信品大會 - 柯文哲要先上信品大會 - 我希望他們選在同一個週末 - 這樣比較不累 - 你說一起辦馬上下課 - 對對對對 - 然後民進黨有限 - 可以留下來繼續上課 - 對對對對 - 哈哈哈 - 掰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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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喜歡重新錄一段的記得到IG - YG 以及各大Podcast平台 - 來搜尋 - 重新錄一段 - 追蹤並閱 - 還有限動tag我們喔